女人解开胸前的扣子 对面的男人立刻心领神会 跟着她来到了卫生间 经过一番友好交流后 金姐就索然无味地准备开车离开 原来男人是个变态 专门在网上约年轻貌美的女人见面 再将她们带回秘密基地折磨 像金姐这样不老实的 男人直接一通老拳 揍到她眼冒进行 然后再将人吊起来晾上一会儿 自己则整理起仪容仪表 为接下来的狩猎盛宴做好准备 殊不知金姐体力超群 竟然挣脱了束缚 还躲了起来 变态通过监控发现金姐不见了 只是一脸淡定地戴上夜视仪 然后关闭了整个仓库的电源 金姐毫不意外地又被抓了回来 为了惩罚她的不老实 变态将烧红的烙铁 直接按在她的大腿上 金姐的惨好声 瞬间传遍了整座仓库 随后她被塞进一辆面包车 被变态拉到了一处偏僻的地点 男人下车爆出后备箱中的尸体 显然这是她的上一个猎物 变态对着尸体深情地献上一问 随后就将她推进臭水沟中毁尸灭迹 另一边 金姐勾到了变态落下的钥匙 在男人回来的前一秒解开了手铐 反应迅速地跳车逃跑 变态见怪不怪地拿出铁链 很明显这不是第一次有人逃跑 逃往中 金姐砸碎玻璃翻进了一栋房子 结果下一秒 变态的脸就出现在窗口 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金姐从身后一铁锹 还在变态后背 随后立刻躲进了一个房间 可惜这木门年久失修 几群下来就被变态砸了个大洞 游戏到此结束 男人一个电炮让她消停点 别作了 还贴心地递过去一张手帕 谁料金姐翻脸不认人 起身就是一个飞踹 然后转时破窗而出 一气呵成 变态爬起来时 金姐已经划着小船逃跑了 变态追着她的脚印 又回到最初囚禁她的仓库 金姐捡起一罐汽油和几个烟花 叫她的丢起来 火光和爆炸声吸引了变态的注意 趁着她四处搜查时 金姐干脆利落地一铁柜将人放到 然后用喷了张莱药的塑料袋 活活将变态循晕 此时 楼下缓缓使来一辆黑色汽车 又下来一个金发辣妹 两人合力将人塞进后备箱 变态以为找到了新猎物 殊不知 螳狼不缠黄雀在后 等着她的可是更刺激的游戏 女人撩起短裤 露出大腿根部的X型疤痕 那正是拜眼前这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所赐 变态男把金姐当成了普通猎物 殊不知 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她才是那个被盯上的羔羊 为了让游戏更加好玩 金姐故意将钥匙丢在地上 变态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决定陪他们好好玩玩 在姐妹俩的手里走了一圈后 变态已经伤痕累累 金姐抄起平底锅 纵纵砸在她的脸上 把在她手里受过的恶气全部报复了回去 男人再睁开眼时 已经被满是道次的铁丝紧紧绑在椅子上 金姐还没玩够 哪能让玩具这么快就打掉 于是贴心地用二锅头给变态消毒 再撂下几句垃圾话就转时离开了 金姐走后 妹妹又来劲了 她脱掉外套 相间半楼 打算用美色折磨男人 可惜很快就被回来的金姐打断 显然妹妹已经到了叛逆期 一脸不服气地希望姐姐别多管闲事 等金姐睡着后 妹妹独自外出寻找自己的猎物 她盯上了修车的小哥 三言两语就将人迷得五迷三道 乖乖蒙上眼睛和妹妹鬼了狼窝 本以为是什么奇怪的play 还怪期待的 结果对面突然冒出一个男生 吓了小哥一跳 这才感觉不对 妹妹把金姐叫来想证明自己的实力 可在金姐心里 她永远是个需要自己保护的小女孩 他们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 全都是因为童年有个热衷家暴的父亲 导致姐妹俩对男人充满了厌恶 姐姐也从小发誓 可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 妹妹抄起锤子 用长钉将变开的脚钉在地上 还用各种手段折磨男人 直到体力不支才暂停去休息 小哥已经彻底被吓破了胆子 不断祈求男人挪过来 互相帮助解开绳子 殊不知眼前的变态已经拿到了铁钳 剪开了绑住手脚的铁丝 可他并没有放开小哥 现在到了属于他的游戏时间 女人正在舒服的泡澡 浴缸中突然滴入了几滴血液 一个浑身浴血的男人正冷冷地盯着他 金姐被按在地上一阵猛锤 好在妹妹及时赶到 这才避免了他被活活闷死的下场 姐妹俩小心翼翼地四处搜查 变态突然从身后勒住妹妹 金姐一个态头扑在男人头上 姐妹俩相识一笑 这游戏越来越好玩了 金姐挑装一把锤子 在终极大战来临前 良心发现地放走了修车小哥 随后就和变态在楼梯上瞎入小风 大概是锤子太沉 几次都没能运作目标 反倒挨了变态几个直拳 两人纠缠着双双摔下了楼梯 这感觉好像是爱情呢 两人瞬间清醒过来 什么狗屁爱情 分明是不死不休的仇人 男人用铁链将他的武器打落 然后抓着金姐的头发撞向柜子 这俩人是真蛮傻呀 还没等变态发表装逼感言 她却感觉后背一凉 一转身 一把剪刀插在她的背上 果然是妹妹这个小变态 金姐也支愣起来 拉着男人就冲向了玻璃 再傻不死就有点不礼貌了 最后还是金姐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她精疲力尽地抱住了妹妹 谁料妹妹竟然狠心地将剪刀插进金姐复骨 她早就受够了被姐姐管束的日子 此时变态居然又坐了起来 看着两姐妹竟然起了内讧 她发自内心地嘲讽一笑 然后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结局 一旁的金姐也因为重伤停止了呼吸 妹妹独自处理好尸体 然后一把火点燃了整栋房子 影片的最后 她继承了姐姐的代号朱利亚 学着金姐的套路 在网上挑选男人见面 然后再将他们猎杀 这部电影总结下来就是 千万不要随意和网友现下面机 谁知道隔着网络的网友 究竟是什么牛鬼蛇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